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潮民頻道 格仔在這裏 Santino 郭靖彤在這裏 今天我們就要說最近那些白紙黨 也就是拿著白紙走出來 假裝關心國家的人 我們就可以看得出這群人看來已經無以為計 搞不出什麼花樣了 而在香港打算參與一腳來參與舉白紙的人 尤其是在昨天港大那裏更加出現了一個奇景 就是舉白紙的人數還竟然比現場採訪的記者來得少 已經沒有人可以再用了 為什麼這群人的如意算盤打不響呢 待會回來我們就會將他們原本以為很精密的行動 那些錯漏之處來逐步告訴大家 再次為大家報道就是要說說英國如何嘗試企圖 在中國的動亂上想混這趟水 有BBC的記者被我們上海的執法人員抓了 英媒就馬上走出來大做文章 又說他被人打 又說他被人亂抓 其實眾所周知這位記者根本是有心搞事 但是英國首相新衛城就藉著這件事 引用出來支持他新的論點 就是說到英國和中國兩國的關係黃金時代已經經已結束了 到底他想說什麼呢 原來他所謂的黃金時代就是兩國經貿來往 英國再不可能和中國做生意都企圖 教好中國的說 說中國是教不好的 所以現在要應對地說 被我們外交部罵回頭 但是其實不只我們這邊 英國的自己人工黨那邊也不支持他的說法 稍後慢慢為大家報道 接下來就要說一年幾天在亞博館舉行的香港高嘉年華2022 可以說到又不旺丁又不旺財 場面慘膽 而一群參展商在嘉年華舉行的期間 甚至還要表示他們的不滿走到台上去抗議主辦單位 是的 究竟這個2022什麼香港高嘉年華 他的主要死因是什麼呢 之前不是說我們香港開放了通關之後 讓外地遊客可以來香港 這些展覽就說到會有很多人了嗎 但為什麼又不行呢 我們稍後回來就分析一下他的死因 再之後就讓我艾力和大家說一下 現在英國在經歷著能源危機 美國家釋 英女王嘉賓 以及手上換了一個又一個 過往的實力已經大不如前 現在已經有15個奉行英國軍王作為元首的國家 已經宣佈到將會在將來將來協定去廢除他 而最近蘇格蘭又傳出將會在未來的日子搞個公投 去決定還留不留在日落帝國裡面 而除了蘇格蘭之外 北愛爾蘭也是另一個蠢蠢欲動 想脫離英國統治的地方 今天我就會跟大家說一下北愛爾蘭和英國的新仇救怨 而他很有可能是第一個將會分裂出英國的地方 在節目開始之前提提大家記得一起新潮民三寶 還有的就是分享 讚好 留言 訂閱 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和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接下來我們就要說一下 現在我們最新幫到這群搞事者所改的名字 就叫他們做白子黨 而這群白子黨去到今天就已經有點中斷佛力 無以為繼的感覺 我們稍後就會來說一下這群白子黨原本他們的計劃是怎樣 來踢爆他們背後的陰謀 怎樣藉著病情的封控措施 原本他們想搞什麼 我們稍後也會一一踢爆 而且我們的踢爆不是空口說白話 而是有了配圖 有了他們的通訊小組裡面的行動手冊 以及他們的行動綱領以及目標 我們稍後再說現在先說香港那群白子黨 同樣地這群人也打不響他們的如意算盤 逐點說一句就是所謂的吹雞無人道 昨天主要的白子黨就是出現在港大的 在這裡我們也給大家看看一些不同媒體所拍到的圖片 只看第一張我們擺出來的圖就以為他們很多人 但是如果我們把圖畫放大一點看 大家就會一目了然 從現場的圖片裡我們可以看到 這群白子黨又或者是忽然愛國者 他們的人數數起來也不超過10至20人 已經算盡了 大家可以看到包圍著他們的記者 以及旁觀想在這裡不知搞什麼的人 數量是比這群白子黨來得更加多的 我聽聞有一個很有趣的關於他們搞不成的原因 真的聽起來非常有趣的 原本想計劃搞大想多些人參加白子黨的這件事 所以搞不成就是因為那些搞手想著 就叫那些顏色人士來舉白子 但為什麼最後都搞不成呢 原因就是因為這群人作法自弊 由於之前他們打著逢中必反的口號 所以你突然之間不夠72小時就要他們轉變角色 要他們變得突然之間很關心國家 一時三刻就不是那麼多人 有那麼好的演技能夠做得到 畢竟他們逢中必反 但起碼都演繹了這個角色幾年時間 早就已經入骨 很難抽離的角色 有些顏色人士甚至說 請不要怪我 我不參加這個白子黨的行動 他們這些顏色人士就說 大陸的東西不關我的事 對不起 我投入不了角色 在他們那些搞事群組裡面 也有很多這類型的顏色人士 說到這樣而不參與 我相信這也是在香港裡面的白子黨 中斷佛力的其中一個主因 我們可以從現場裡面的新聞片段 可以看到做到本地的白子黨 當中的領頭人或者是面對著記者出來說話的人 都會刻意找回已經變了側的內地學生去說 不過我想這些已經變側的內地生 只是佔到一般內地生的一個小數目 我相信這些變側會走出來 舉白子的內地生 多數都不會再回內地 隨時他的真實身份是什麼人 大家都不知道 而從這些白子黨所做到的行為 越來越透露到他們真正目的的時間 也有一種作法自閉的感覺 例如當鏡頭看近鏡頭的時間 就會發現到他們所拿著的標語 也就是有填字的白子上 所寫的東西根本跟內地的防病政策完全無關 例如那些人就會寫到 自由民主萬歲 要真普選 又或者是釋放被捕搞事者等等 這些根本跟防病政策完全無關 所以他們就自打嘴巴露出馬腳 可能是太心急的關係 又或者根本沒有這樣的智慧 想得這麼深入 所以有正常頭腦的人 都很容易看得出他們背後的真正目的 原來就是想推翻整個政權 雖然說到位於香港的白子黨 已經中斷佛力無以為計 吹雞都沒有人到 但是以這幾天出現過的白子黨這樣計 因為我自己就認為最低程度 都起碼要告他們一條非法集結的罪行 而如果在校園例如中大、港大參與到這次行動 不論是本地又或者是內地生的話 既然這條腦都是他們自己選的 就取消到他們的學位 而如果是那些壞腦的內地生 還更可以直接取消到他們位於香港的學籍 既然他這麼想搞就成全他成為一個職業搞事者 但是很奇怪 明明這麼容易想到對付這幫人的招式 不知道為什麼有關當局是不會選擇做一些事情 暫時來說 白子黨走出來搞事是沒有任何代價的 我們讀一下其中一個白子黨辱麻的對白 有記者問到其中一個白子黨的成員 他就說到我就是本地生 他自己聲稱我不是讀港大的 不過就在其他大學讀著 之前也有去到中環參與所謂的悼念活動 就知道今天港大有活動 故意拜登飛到現場支持 他就說到內地所發生的事情很清楚 這句是重點 突然之間這位白子黨的成員就立即上身 平時逢中必反的他就說到我身為一個中國人 當然是要關心到中國所有大小的事情 這件事不只是大陸人的事 連我也有份的 無論身處何地 正如大家都關心俄烏戰事 關心世界大事 所以我今天就要走出來 我這一刻醒覺 我不會將大陸的事只是視為大陸人的事 其實大陸的事也跟香港人有關 但是我們是一個整體 因此他就絕對支持到內地的示威活動 記住他只不過是支持內地的示威活動 從訪談的內容裡面 我們可以看得出 跟內地的防病措施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有人就反問到他 你知不知道台省在去年的時間 都因為防病措施 封控的措施 而造成在高雄那邊有46人 因為這個走水事件而因此離去 在高雄那邊因為同樣是走水事件 而令到46人離去這件事 究竟你知不知道呢 既然你是知道的話 為什麼當時你又不走出來 還有現場的白紙黨 你們又知不知道這件事 為什麼你們隻字不提 既然你們這麼關心 又說到自己是中國人 又不見你去提下 我相信這些人當然是拿不出的答案出來 當然香港這一群就因為不同的原因 不成氣候 所以我們就要回去今時今日內地那邊 來看看環境如何 同樣地這群人到今天也是無以為計的 原因就是很多藉著病情搞事的發起人都已經倒了 亦都因爲他們的智商矛盾 所以之前被煽動到情緒比較高漲的一些學生 或者年輕人等等的其餘群眾 亦都開始對他們產生懷疑 我們看看在內地那邊的情況是怎樣 內地那群白紙黨之所以搞不成有幾個原因 本身就在昨天也有白紙黨預言到 會在深圳那裡搞一場大事 由於之前深圳就沒有白紙黨出現 所以他們想做一場大事 但由於那群搞事者的行動指揮群組所貼到 要預告他搞事的鐵文一早就被人穿了出來 也有深圳的民眾將這些信息互相傳播 以防在那個地方出現被誤以為是搞事者 因此可能這群內地的白紙黨認為風險太大 因此就將行動擱置了 又或者是不敢走出來 我們可以看看這群白紙黨所叫人出來 叫他們要做的事情和要留意的東西 都是完全參考著19年香港搞事時期的行動方案 例如說到要儘量扮和平 要有目的性地喊口號 也有說到如果被抓到的話就要第一時間喊自己的名字 要引起其他記者注意好讓道 他們可以方便拍片來屈警察 最好在聯絡行動的時候就要買到香港的電話卡 因為這樣可以非實名 網絡也不怕被封鎖 還有行動的時候最好要幾個人不要下單 萬一有什麼事上來就要躲起來 學到香港的搞事守則一樣要戴幾件衣服去換 換完衣服之後就走到周圍的店舖 假裝在路邊走過 假裝在周圍買東西 還要留意身邊有沒有所謂的鬼 這些手法完完全全 就是19年搞事時期 我們聽得多搞事者所玩到的手法 現在就被這些白子黨借了來參考 除了他們的預先行動一早洩漏了出來之外 另一個搞不成的原因 也是相當重要的原因 就是關乎錢的問題 昨天我們也有提及過 在不同城市的白子黨做著相同的行為 有同工不同酬的遭遇 有人投訴到為什麼在北京的白子黨會有1000元 越往南方走就越便宜 價錢不公道 現在就傳出到這幫白子黨的頭領 甚至乎是一元也不想給的 就說到你們是為了理念而出來的 怎麼會有錢收呢 因此就受到在群裡面原本想著大賺一筆的人 所表達到不滿 有些人還很直接 就說到你沒有錢就早說 在群裡面說了半天 又說這樣又說這樣 原來到最後是沒有錢的 甚至乎有些人質疑到 那些群裡面的白子黨搞手 那些錢是否被你貪掉 一邊自己收了錢一邊想引我們出去 出去不是問題 但是沒有錢收的才是問題 來到這樣說 有些人甚至說到 我們不要相信這個搞事者的頭子 越在中間格多層的話就越沒有錢 不如我們自己找到直接派錢 那個人更好 免得被中介掠水 這方面也挺有趣 眼看到這樣的時間 那些搞事者群主就直接下到命令 總之誰再說錢或者嫌錢不夠的 直接把他踢走算 免得查過自己的生意 這也是白子黨中段佛力的其中一個主因 那也是的 臨時演員都是演員 你現在很不尊重別人的職業 哪有可能免費開工 起碼飯盒也要給人 除了錢的原因 以及出來搞事的口號標語 出賣了他們自己本身真正的目的外 另外還有一個滑稽的原因是令這群人被玩回頭 大家都聽到我們說這群人叫白子黨 多數的這群人都拿著白子什麼都沒有寫 然後走出來 就以為這樣玩法很聰明 但怎麼知道幫他們貼圖的那群外媒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文學水平比較低 中文能力水平比較低的關係 但是從網上的這一刻看 那些白子黨裡面的白子都還沒關掉一些他們對的口號 而反而是我們這邊陣營的人士 就來幫他們這群白子黨 關掉一些我們關心到或者踢爆到他們偽善一面的標語 在這裡我們就不可以放那些圖了 因為當中都說得挺直白挺激的 我在這裡嘗試口述給大家聽 例如那些白子黨拿出來我們就可以幫他們貼圖什麼標語 例如一群白子黨走出來我們就幫他們關注美國那邊 因為病情而離去人數所表達的關注 又例如幫他們貼圖一些反對外國勢力嫁入中國的標語 甚至乎幫他們貼圖一些有漢出就沒有糧出 美國中情A局很快些賺錢等等這些標語 也導致整件事突然之間低能化 本身他們認為是很神聖的 這樣讓我們這邊外國陣營的人士來玩回他們的時間 也導致他們相當無人 可以說到完全是作法自弊 補充一點點我剛才說的東西 我們剛才說到深圳本身在昨晚8點 就會有一群搞事者走出來 原來這群人如果搞得成的話 他們是手持著一種物件作為代號 也就是來識別是自己有的 他們的主要識別代號不是白子 而是一人一知可樂 手握可口可樂就是他們的標記 看完深圳這邊 我們看看其他地方 由於在昨天我們報導到在成都那邊 就能夠成功識破了一群粗道流利港譜 懷疑是由香港搞事者所假扮到的人 上去煽動之後 成都那邊的民眾就沒那麼容易被煽動 也看清楚這群人想達到背後的真正目的 因此今天我們可以在那些搞事者群組裡面 所表達到的民主集會遊行的搞事行動裡面 就將這個成都剔除了 其他的地方也不會搞得太久 勢頭已經逐漸減下來 好 介紹一種新的物種給大家認識一下 在樹上的這隻生物不是一些我們剛才說的新發現物種 不是來自於外星的物體 正確來說我們可以幫它改名 就叫做樹上的外媒 大家看到這些外國媒體為了要誇大到 內地的反病情當中可以去到多盡 就索性爬上樹 以這個樹影來掩飾自己的身份 再加上測客的背景以及衣服 就可以把自己的蹤影完全埋藏 而在之前就說到純粹自發的這群白紙黨 也說到不要什麼都怪到外地勢力的這群人 就在他們自己的群發信息裡面都紛紛露出馬腳 例如有些群發的信息 好像這幅圖一樣 上面寫道要將各地的銀行營業庭 地鐵接運站 政府部門等等的場所裏面的照片拍出來 就要和大家分享 所拍到的這些相片裡面就有些二維碼 情形就等同我們的安心出行 就呼籲到其餘不同的人士是不是 都將這些二維碼亂掃一通來搞亂整個系統 不過這段所說到的行動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只有台省那邊的術語才會形容到地鐵接運 什麼銀行營業庭這些完全就是台省的術語 也就是台省的說法 究竟有多少由台省所混進去的人士 而且這篇文章也毫無掩飾 裡面打了繁體字 連繁鑽簡都懶得去按 真是毫無誠意 而與此同時有一個外國媒體也忍不住露出了馬腳 可能他這段時間太興奮了 反華反了這麼多年 從來在他自己的推特帳戶上 粉絲也不超過100萬人 不過他說到由於最近在中國大陸各地都有白子黨的興起 因此順著這個勢 他們的簡體版推特就已經超越了訂閱數量100萬 我們說的是什麼媒體呢 不怕公開它出來 就是RFI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這個媒體我們都熟口熟面 跟德國之聲美國之音一樣 其實這些媒體早就要把他們完全踢出我們中華大地 不用給他們面子 他們都踢走我們的CGTN 我所說到的踢走他們是包括在香港也要踢走他們 或者他們留在香港也行 定期罰他一億兩億 他喜歡留就留 在這裡我也可以告訴大家 以上我所說到的資料大部分都是來自推特的 因為那裡好像我上一集說到 就算成為了這群白子黨 又或者不用給面子說到 成為了這群反賊最主要的根據地 千萬不要小看這個平台 這個馬斯克之所以要收購到這個平台 原因就是接下來這個平台的影響力會非常大 尤其是他會感染到很多下一代的年輕群眾 好像我們內地有很多的官方媒體和外交部發言人 也會有他們自己的推特帳號 所以我在這裡就呼籲大家 如果接下來都有興趣 如果是為了我們國家出一份力來保護我們國家的話 也可以在推特那裡開一個帳戶 來發放一些正確的知識和能量 最重要就是頂住這群在上面造謠生事的反賊門 如果有興趣參與這個行動的話 也不妨在我們的留言區留言 我們就一於結合到大家的力量 來開一個保護國家的推特小組 我們在這段影片就來收集一下這些意見 如果人數足夠的話就一起去搞 以免這些白紙黨2.0 反賊2.0 又去搞新一輪的活動 說到這個時間 我們又說一下那群搞事者的行動手冊 真的不說不知 裡面分得非常仔細 當中有一些不能外出的我們先打了個馬 遮一遮因為上面都是涉及到一些客人主義的 在這裡的圖畫我們就不移動得那麼大 大家意會一下就可以了 裡面這些搞事手冊就分為48冊 沒聽錯是48冊 如果要化為實體化 塌起來我想起碼也有這麼高 不過這個時間他們就會說服你 記住在搞事之前一定要看到 塌起來有這麼高的搞事手冊 48折子店 三天時間裡面你看光了 你看光的話就不保證你絕對安全 甚至乎都可以直接跟你說 看了的話就糾死一生 不看的話就十死無生 裡面涉及到什麼內容呢 真是包羅萬有 包括如何教你製造工具 如何打一些所謂的城市戰 心理戰 裡面也有教到自製不同的客人分子 例如一些爆品 如何應付警察的行動 也有教到一些行動通訊代號 電報等等這些都有教 當中還有他們所謂的互相搞事戰術技巧 裡面涉及到情報 巡邏技巧 怎樣組織小基地 什麼小隊戰術 以及專課到中國內地版本的文宣的應對手冊 又有一些游擊戰 甚至乎連宗教層面都有 這些東西很明顯就是在搞一個推翻政權的做法 就是抄到外國的非常歸軍事手冊裡面的教程 非常歸軍事手冊我們也不僅一次提及到 不過這群人都是那句話 搞還搞 連飯盒也不給人 誰有人幫你執行嗎 你說的天花籠鳳也沒用 所以以截至這一刻來算 那些滲透在內地又或者已經變了質壞了腦 某部分內地 學生也好 年輕人也好 總之什麼人也好 相信他們接下來的行動將會告一段落 現在來說我們國家也因應到防病政策當中有些不足 來逐漸優化 當然就是不涉及到這群搞事者所謂的訴求或者要求 而是真真正正聽一些理性的聲音 而作出的一些優化措施 以《人民日報》所發表的一篇新的文章 裡面就說到現在的防病封控措施 就是會針對著這個防病20條來進行優化 優化的方向就是不能夠再進行到層層加碼 又或者是一刀切的這些方式來進行 也了解到有部分地方政府或者一些小區做得不太好 就過分把防病簡單化這些東西中央已經收到了 也有留意到在一些驗測的機構裡面 可能當中有些人是借著這些東西來賺大錢去造假 其實每個防病策略來說 全世界都是的 不多不少 十隻手指都有長短 總會有它的漏洞和不足的地方 除非是沒有了這些防病措施 但是大家看看我們中國所跳出來做到的反應和回應 其實速度是相當快的 前前後後都是用了不夠一頭半個月就已經把問題掌握得到 並且接下來也會作出適當的調整 其實如果用同一把尺去看的話 以防病論防病 中國絕對是今時今日做得最好的國家 以離去人數和中招人數來說 根本其他國家 例如老美一個星期的數字 都超出了我們三年的總和 更何況大家要知道是因為外地做得不好 他們要完全解放完全躺平 所以迫我們中國要把本來有效的防病策略作出改變 大家要搞清楚因果關係才好 尤其是那些帶頭搞事 或者是被滲出來的那些年輕人 或者看不清楚形勢的人 你再這樣搞下去就不要怪到我們國家對你不留守 一切以後所有的事情都完全跟你無關 在這裏我們就勸到這些人很盡早收手 如果那些真是純粹熱血又關心國家的份子 麻煩請認清楚 你現在幫到這班白子黨所搞的行為 完全是一種推翻自己國家政權的行為 如果你真的要把自己的熱血發洩在正確的地方 就麻煩為自己的國家來講一聲加油 中國就沒有什麼白色的紙 從來白色大家都知道是代表什麼的 如果不是何謂白色 在中國來說只有一種顏色才能夠代表我們 不是白色而是紅色 麻煩把你們的假革命收回 再次我為了一個報導就是最近新衛城在倫敦市政廳發表了一個外交演說 這篇外交演說的題目聽起來很厲害 就是新衛城說如今中國和英國的關係 黃金時代經已結束 他還引用了最近我們中國內地有煽動的事件 當中有一位BBC記者去搞事被人抓了 引用了這件事就說看到了中國真的不說道理 完全和英國的價值背道而馳 新衛城這篇外交演說說到中英關係黃金時代結束 就是在說什麼呢 就是以前英國一向是喜歡用和國家聯絡外交貿易通商 來為那些國家進行培育和教好他們 但是經過多年的努力中英關係的來往和貿易 能夠藉著這個機會來教好中國的黃金機會已經結束了 中國如今在這個社會和政制上已經有他們自己一套 英國是不可能再期待中國會和別人學習 這樣說 新衛城還說 北京如今藉著絕對的權力來影響世界不同的國家 企圖在全球爭奪華視權 然後新衛城還說中國和俄羅斯的經意連成一線 有一個非常長遠的計劃 就是如何改變整個世界的局勢 所以英國千萬不能短視 新衛城說英國千萬不能再這麼紳士 打算教好別人的國家 要沉著應戰無實地應對這些競爭對手 新衛城說我們英國人不要再做紳士 不要再做好人 不要再做解放者 在這裡我還沒說完新聞資料 真的想在台下說你節省一點 那我繼續說下去 新衛城說在應對中國的關係上 甚至俄羅斯關係上就不可以用冷戰思維 一定不可以冷戰 要應對要面對不可以斷交 因為中國如今在這個世界就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無論在經濟穩定上 在氣候問題上和糧食的安全上 都是舉足輕重的地位 對 你說得很對 就是因為你們貨架上沒有東西吃 為什麼你供應亂斷 因為全部都靠我們中國 新衛城說到 所以中國現在是有不能夠忽視的重要性 而中國也體會了這件事 所以他就憑著這方面的影響力 來威嚇英國 威嚇全世界 就是這樣說的 那究竟應該怎麼做呢 新衛城就說我們要務實地去應對 台下的人就追問了 那什麼叫務實地應對呢 新衛城就說 就是用強烈和實用主義的方式來應對 說來這裡 台下的人都還是一頭無水 你可不可以說一些具體的方案出來呢 新衛城說來這裡就沒有繼續說下去了 對家的工黨那邊就即時查他台 就說不要說中國出不出口來逢你 我們先逢你 也不知道你說什麼 新衛城的言論在工黨那邊 就說他thin as glue make a glue 就是鬼佬粥 原來也有出一件事叫稀粥 我們就是用飯來煲稀粥 他們就用飯或者用麥皮混在一起來煲稀粥 通常那些人被BB或者病人拿來吃 就形容新衛城說這番說話 跟那些食物一樣稀薄 淡而無味和不實在 新衛城還要引用一件事就辣到我們中國這邊 就是在我們中國連日來的煽動事件上 上海那邊有一位BBC的記者擺明來搞事 話說這位記者說只是特派記者 但是當他聚眾的時候又沒有表明自己的身份 到我們的執法人員要驅散人群的時候他又拒絕離去 甚至跟我們執法人員有多少爭拗和推撞 所以我們執法人員就將他逮捕 但是英國的英媒除了BBC之外 幾個英媒都一起同時間藉著這位記者來大做文章 因為這是他們的顏色煽動透露之一 就是找他們這些人來生事 然後當我們的執法人員逮捕他的時候 就乘機說中國壓制言論自由 壓制人家報導真相 是這樣的 又說我們的執法人員在上海執法人員 公安打他 拒絕他 用手銬扣他 還強行找個理由拘捕他 因為說他全病 其實我們外交部說得很清楚 這位記者完全沒有在當時的情況下說自己的特派記者身份 另外如果記者採訪是有特定的地方 在那個人群裡面是搞事的人群 是不符合採訪的活動 外交部就出言譴責 西方媒體和BBC就說 基本上你們BBC的操守在行內都出名 我們都很清楚了 只是一直以來在香港的事情上 新疆事情上都足以看到BBC足以比拼荷里活 但是我敢問你一句 你到底在報新聞還是做新聞 這番話是趙立堅說的 而我們中國的內防防病策略是完全表示有效的 只不過如今有些看不開的人群為了自己的私利上來吵 但是絕對證明了我們中國防病是有效的 因為看數字 看案件和理去數字就會知道做得最好是我們中國 我們中國的真正公民自由的保障 就是要保障一些人的自由 不可以影響其他人的自由 不可以因為有些人想出來到處走任性或者去旅行 影響了其他人的生命 這就是我們中國對公民自由的真正保障 在這個框架下我們中國行得好地地 不需要你們西方來救病 如果想救病我們之前不妨想想自己 這位心理搞事的BBC記者叫做羅倫斯 同時英國也發揮他的老套路 除了外媒不停地去柴台說你打壓言論自由 拘捕我們的記者之餘 就即時在英國召見了駐英國的大使 我們的鄭澤光大使 但是也沒用 我們外交部都已經看慣了你的套路 還有想告訴大家 好像這些老套路就是找個人出來搞事 到拘捕他的時候就打壓言論自由 打壓西方記者來報道真相 然後趙建大使的行為其實都沒用了 為什麼呢 做了這些事情下一輪就要各國升土 各國升土之後就玩制裁 玩斷交 事實上制裁了沒有? 制裁了有沒有效?沒有效 還制裁自己 西方世界如今就已經發覺制裁中國是沒用的 現在要跟中國搞好關係 因為自己也沒有放賣 另外就是可不可以帶兵 以正義之師殺入中原 就更加不可能 你走進我們中國沿海 2000公里範圍 保證你渣都沒有 連老美都不敢走過來 何況你英國 還有就是 你連俄羅斯都還沒搞得到 怎麼搞得到中國 俄羅斯天天那些跑就對準你倫敦士 一尾一動的時候 不要刺激他老人家 他老人家一下就爆了你 不過這樣我們外交部也是真正的紳士 還有很有理有據 也敢問你英國一直以來是怎樣去面對你們的示威人群 由2020年你們英國人不滿你們的封鎖防病政策的時候出來搞事 你們是不是大棍大棍勾下去 還有用勒手來拘捕他們 在地上拖行 不肯被你拘捕 或者你的執法人員沒力拘捕 因為那些人太胖的時候 你就直接在地上又踩又勾 接著2021年 你們英國因為莫財 所以要削減公共開支的時候 又拘捕了多少人 拘捕了數百上千人 在拘捕的過程中 對他們做些什麼 又是勒手執法 接著到了2022年 今年你們英國遍地開花 每個行業都輪流走出來搞 歷史上最大的工潮 你們終於拘捕了 為什麼呢 人太多了 所以辛惠誠想說BBC記者搞事 用英國的老套路就說 看看事實證明了中國是他的價值觀 在威嚇英國的價值觀 更證明了中國是不讓外媒記者來採訪真相 實施他的威權主義 好像這樣的老調子 其實也要多得世界的信息萬變 和局勢翻天的這三年 令我們知道老調子已經完全不成功了 辛惠誠剛剛在G20被我們習主席吃低門羹 英國和中國的關係 其實是不是真的過了黃金時期呢 其實早就已經過了黃金時期 因為由2018年開始 我們中國和英國兩國的元首 從2018到現在都沒有試過會面 根本就不需要和英國見面 只需要和你主旨美國見面 還有這個新衛城為什麼要用這句這麼刺激的說話 成功地在這個國際舞台上吸引到眼球 英國中國黃金時代這件事就是2015年 英國當年的首相卡梅倫 和我們中國的習主席建交的時候 說的一句說話就是 說中英的關係已經到了高峰 黃金時代 想不到英國政壇就不斷地生壽 後繼無人 一代不如一代 不如新衛城發揮你身為印度老三的本色 想想如何在位這兩年立盡好處 執包覆印度更好 反而我這樣還欣賞你 接著就要說說香港高嘉年華2022 這個集旅遊娛樂和購物於一身的展覽 就已經在亞洲博覽館完成了 一年幾天的展覽真是場面冷淡 當中還令到一些參展商因為不滿意 所以走到上去表演台就來到靜坐抗議 看到這樣的情況我們都覺得一殼眼淚 首先我們看看這個香港高嘉年華2022 究竟是一個什麼的展覽 這個展覽是由香港的一些工商團體來主辦的 時間就在11月25日至28日之間 在機場的亞洲博覽館那裡 場內有很多的檔攤都會有一些銷售的活動 例如是聖誕大特賣 賣一些食物或者有些肝貨 有人就說是不是好像公展會那樣 賣食和肝貨方面是大同小異 但是這個香港高嘉年華 有個地方不同的 就是這個展覽當中大家除了可以買到東西之外 也有很多景點作為主題 有香港的景點 有台灣的景點 我想主辦單位搞這個活動之前 可能又顧及到很多人在這個病情期間都來不了香港 香港有很多人又出不了外面 尤其在香港有很多人以往連年都去台灣省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可能就衍生了嘉年華出來 不過雖然的環境這麼美好 但是結果非常骨感 有一群參展商在這個參展期間 不僅是生意冷淡 計算數可能還要盜竊 而他們這次在這個展覽期間上台去抗議和靜做 他們主要想表達的意見裡面 是有什麼不滿呢 對主辦單位 首先說到在亞博館這個地方 最初主辦單位又說有一些接駁的巴士 來到穿梭各區載市民去這個展覽 但是他們就說見不到 地點遠都是一個問題 大家試想一下這個亞博館是位置於赤立角機場旁 去轉這個展覽就等於進去機場 以往在這個亞博館裡面 通常都是搞一些演唱會 或者是香港一些大型的拳賽 例如以往搞過這個K1 在搞這些活動 有一群的捧場客 就不是以一個柴蛙蛙 我到處走走沒有東西做去看看的心態 所以當然有一定的人流 尤其是某些明星可能開演唱會 當這樣的情況下 市民去的意欲已經大減 還沒有接駁巴士 實屬是說不過去的 另外參展商投訴的地方 還說這個宣傳不足 好像有一位賣海味的陳先生說到 他在今年九月公展會期間 他也有去參展的 這個亞博館的人流 只有公展會的二十分之一 然後主辦單位的宣傳 真的非常不足 在各大的社交平台 例如面書、郵管 或者網站上 都好像沒有看到他們的消息 然後主辦單位還說到 還曾經找過一些年輕的KOL 來宣傳這壇 不過陳先生就說有沒有搞錯 他們賣東西 預期的客戶 都是比較一些中老年 有經濟能力的顧客 尤其是買海味 大家幾時有見過 十幾二十歲 是喜歡走海味店去買海味的 主辦單位 找這麼年輕的KOL 去宣傳這壇 宣傳效果就一定不太理想了 這個陳先生真的說得非常沒錯 大家想想 不是因為這個展覽裏面有人盛坐示威 場面冷清 而出了一宗這樣的新聞 我們真的不知道 香港是有個叫做香港高家連華的 而主辦單位還說要找了一些KOL來宣傳 那些KOL又被人質疑他是太過年輕 那會不會是因為主辦單位找這些KOL的時候 就是想又搞一些大和解呢 我們知道這些年輕的KOL 肯定是當時 在香港最需要人發聲的時候他們沒有出來發聲 就算是有發聲也是反面發聲 就絕對不是我們這些 在香港有危難的時候 我們仍然站出來 無懼被黃人去到起底 去到辱罵我們的KOL 因為這次這個展覽裏面 正如剛才所說 除了吃東西賣食買光貨的攤位 還有一些景點被人打卡 那些景點是有香港的景點和台灣省的景點 可能主辦單位搞這個展覽的時候 他是想顧及到一些很掛著台灣省的民眾 那哪些民眾會非常掛著台灣省呢 就是那群很年輕 連犯了一發走路也想蓋台灣省的年輕人 但是那群的年輕人會不會領情呢 現在香港都已經是零加三 買張機票就去到台灣省 好話不好聽 那些黃人買張機票去到機場 飛到台灣省落地的時候 整程機都是一個小時 還反正都入到機場了 為什麼不飛去台灣省 要去亞博館看一些人造的台灣景點 另外我們真的不多覺 我們正常的KOL圈子裡面 是有朋友受過委託去宣傳嘉連華的 想到這裡 有時候有些朋友都很替我們這些正常的KOL不值 人家那些黃的KOL 在搞事事件完結之後 就好像粉筆字一樣 抹去什麼事都沒有 只要他們不是真的踩中國安法的話 可能曾經表達過少少黃 或者轉發過搞事者的黃人文宣 一般提倡大和解的人 都會將這些抹去的 至於我們這些在黑色風暴時期 來到勇敢發聲的KOL 永遠都被人冠上一個有政治立場的標籤 其實我想說我們並不是有什麼政治立場 而我們的立場應該跟所有人都一樣 是愛國愛港 特別有立場的應該是那幫黃人 不是我們這幫正常人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有時候我也會想起一個說法 這個說法就是以前上海皇帝杜瑜伸說的說法 就是一個叫夜壺的理論 每次聽到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再聞一聞自己 又真的好像有一陣夜壺錘 我們當初出來並不是要什麼獎賞 或者要別人稱讚我們上天 甚至乎其實我們新潮民未出來發聲之前 都一直在做愛國愛港的事情 這些事情應該每一個中國人都要做 但是如果因為我們出來發聲 被人標籤了 我們是有政治立場 還要現在的社會表面上回復風平浪靜之後 就覺得這個夜壺阻定 覺得這個夜壺硬硬的話 如果在將來的日子裡面 再有同樣類型的事情發生 還會不會有人敢出來發聲 其實這次主辦這個活動 香港高嘉年華2022 在那個工商團體裡面 有很多成員都是愛港愛國的 可能他們真的很想跟黃人大和解 不過現在的場面就告訴他們 那些黃人是不會領情的 因為那些黃人他們根本就不愛香港 你把香港景點給他們 又怎會走過去打卡呢 這麼荒謬的就是 原本都身處香港 還去一些假的香港景點打卡 那會不會搞笑了一點點 而他們也不會去一些假的台灣景點打卡 所以這個展覽對黃人來說 在打卡的部分是不具備有什麼旅遊娛樂價值的 另外就是這個活動裡面 有很多攤位都會買一些台灣省的食品 或者是一些台灣省出名的物品 但是這個招來夠不夠吸引力 參展商就把這個和工展會比較 工展會以往一直以來 香港人都知道每年都會搞的 在一個定時定後 可以看看工業展覽 裡面有什麼食品 以及這個工展會裡面有一個工展小姐 事實上工展會是真的做得好 有歷史底運宣傳有足 所以在這方面 其實這個展覽是沒有和工展會比較的 不過我想再提一提 之前大家有沒有印象 在香港東九龍 觀塘區曾經搞過一個家鄉情的嘉連華活動 裡面有很多攤位賣我們廣東省不同縣市的產物 就好像說到 你在一個同鄉市集裡面 你可以找到一個攤位是中山市的 中山市有什麼出名的 行人餅 又或者一些潮州背景的攤位 你又會找到一些老美類似的食物 當時我也有去過這個家鄉市集 除了地點在市區之外 在那個市集當中真的可以看到很多顧客去走的時候 他抱著一個我看回自己家鄉 去買回自己家鄉的物品那個心態 尤其是現在我們香港和內地沒有完全通關 如果這樣來對比現時這個香港高嘉連華的話 給大家寧願去同鄉市集 還是寧願去這個又不知道說什麼台灣景點打卡的市集 給我我就會上回鄉下 我會選擇同鄉市集 所以這個香港高嘉連華在針對的對象上可能就已經是打錯了主意了 對於現在有些參展商說走到場地去抗議 希望可以拿回多少渣渣 又或者是主辦方給一些收據發票 讓他們去政府申請一些資助 在商延商的話 其實這些是不能輸打贏的 因為始終做生意也有個風險 如果每個人都說到我把我做生意虧錢歸掉某一方的責任 那不可以這樣說 因為這個不是欺詐 它不是騙你去參展 而地點遠或者人流比較少 我想在參展之前 有些參展商已經心中有數了 更何況這類的展覽 無論是這次香港高嘉連華也好 或者是之前的同鄉市集也好 又或者是未來的公展會也好 如果要找KOL宣傳方面 真的不要再找黃人年輕人了 一來他們的形象不正氣 難以被普羅大眾的市民所接納 二來根本黃人就很少會去這些地方 如果黃人的消費模式是被你們抓到的話 那你們又怎會猜不到那些什麼阿布泰會大排長龍 這只不過是其中一個例子 在黃店裡面有多少是賣台灣的東西 像杜狗一樣都一早過了台灣省 把台灣的水果、台灣的特產輸入回來香港大賺一筆 難道你們想藉著賣台灣東西和黃人去大和解 那不如請杜狗過來宣傳吧 更何況在這個展覽裡面也引證了一件事 就是之前有很多黃人都說到或者是暗黃那些 就說我們香港要開放 要寧家寧、劉家寧之類的說話 那現在我們香港就已經開放到寧家三了 入境我們香港已經不再需要隔開了 那這個展覽的人流如何 不一樣是沒有人到 所以之前的人不斷廢政府 說叫政府去開放 搬了很多理據出來 而這些理據今時今日我們看到的結果 那些吵著要開放的人 你們想不想到今時今日 在香港辦這些展覽會有這樣的下場 當初那群人吵著要開放 都只是想自己出去玩而已 所以別再說通外觀就幫到香港很多 其實我們真的面對最大的問題是怎樣通外觀 再之後就會跟大家說說 如果說起英國 大家應該都會聽過英倫三島這個稱呼 而有些人就因為這個稱呼 就以為英國是由三個島所組成的 不過如果我們打開地圖細心看一看的話 就會知道英國其實由兩個大島所組成 其中一個就是北列顛島 而另一個就是愛爾蘭島 而英倫三島這個名字 就很可能是在早年的清朝 由於對英國有錯誤的了解而衍生出來的詞彙 而這個誤解的詞語就一直用到現在 其實英國的全名是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共和國 英文是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t the Northern Ireland 它是由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 以及北愛爾蘭以四個地方所組成的 雖然它是由四個不同的民族所組合而成 不過英國在外交和政治方面就只得英格蘭一個人作主 它的話語權比蘇格蘭、威爾士和北愛爾蘭加上重要帶 就是因為英格蘭這麼霸道的關係也解釋了 為什麼最近蘇格蘭會打算搞個公投去脫離英國 不過今天我和大家說的主角並不是蘇格蘭 而是情況更險峻、更尷尬的北愛爾蘭 關於愛爾蘭和英國的欺騙島地 在歷史上關係非常耐人尋味 首先在血統上蘇格蘭和愛爾蘭人都屬於海爾特人 其實是瑜伽巴喉的英國原住民 但這一片原本屬於他們的土地 後來就受到安格爾、薩克爾人 也就是我們現在所普遍認識的英國人 那群海盜民族的祖先入侵 而本來的原住民就被迫要遷復到深山定居 到了16世紀 一群海盜正式征服了整個愛爾蘭地區 將整個愛爾蘭島變成自己英國的殖民地 而到了17世紀 當時的英國皇室 掀起了一輪宗教改革 事件又導致新教徒和原本的天主教徒誓不兩立 情況嚴重到敵隊的派系到處抓對方 用BBQ的形式去處置 最終就令到英國的新教徒 因為頂不住英國皇室的霸道行為 唯有帶領著僅餘的信徒飄揚過海 去到北美搶佔印第安人的地盤 這就是歷史很出名的5月花號事件 而英國的教改也影響了愛爾蘭這個地方 原本愛爾蘭人是信奉天主教的 但因為在大英帝國的殖民統治下 他們對於信仰當然沒有任何選擇的權利 結果就令愛爾蘭的天主教徒受到新教改的威逼 去到十七世紀 不要說愛爾蘭人不敢承認自己是天主教徒 就連如果你沒有表態過不支持天主教的話 也會受到新教改的毒手 雖然愛爾蘭人曾經極力反抗過 但最後還是敵不過英國皇室的大力打壓 再加上愛爾蘭本身發展比較落後 工業發展完全受制於英國 而在新教改完成之後 愛爾蘭就徹底被人去除工業化 那時的愛爾蘭落後到連最基本的馬蹄鐵都弄不出來 而老百姓都只能夠種植薯仔來過活 而時間到了1845年 當時愛爾蘭依便土地被一種不知名的真菌感染 而原本種開的小船因為真菌的關係全部都膚死了 而土地因為無法繼續耕種底下而爆發了一場大荒基 注意一下我是把荒基這兩個字調轉了來說 因為如果太直白把他們的醜事說出來的話 這條片很可能會被人下架 而這件事差不多導致了300萬人因為肚餓而離去 全國人口瞬間減少了四分之一 雖實當時愛爾蘭的情況非常嚴峻 但是那群維高權重的英國統治者 他們臉上依然是事不關己的樣子 眼白白看著一批又一批興殖民地的市民因為肚餓而逐個離去 當時愛爾蘭的情況真的太慘烈 連其他鄰近的國家也看不過眼 當時的奧斯曼帝國也即是現在的土耳其 曾經希望援助愛爾蘭1萬英鎊 結果這次的援助就被英女王直接拒絕了 還說到如果你真的有心想援助的話 1000英鎊就可以搞定了 這些英國權貴為了面子完全不講人性 這一場由薯仔衍生出來的大方機 就直接造成有大量的愛爾蘭人為了生存逃離到美國的東部 在短短的十年裡 由愛爾蘭去到美國人數超過100萬人 不過這些逃離到美國的愛爾蘭人 沒有因為這樣而改變他們的命運 他們只能從事社會最低檔的工作 將賺到的錢寄回愛爾蘭的老家 然後將當地的親戚接到美國 就是這樣一天復一天 愛爾蘭就漸漸變成了美國第二大的民族 在美國歷代的46位總統裡有23位有愛爾蘭的血統 包括現任總統拜登 以及第一位黑人總統奧巴馬 他身上都有愛爾蘭的血統 時間雖然一點一滴過去 但是也沒辦法清洗在美國的愛爾蘭人 忘記英國對他們的恩仇 就在一部分美國的愛爾蘭人發跡之後 在1905年出錢給愛爾蘭搞一個獨立運動 而且還成立了一批臭名遠播的黑人主義共和軍 共和軍主要針對的目標就是警察和英國的官員 對他們進行暗跡和游擊的行為 但是在1919年在愛爾蘭當地就發生過17008線 針對當地政府的追擊行為 後來英國政府因為真的頂不住的關係 在1920年乾脆就同意愛爾蘭獨立 在愛爾蘭島的南部畫出了26個郡 成立了今時今日的愛爾蘭共和國 不過原本在北部的愛爾蘭六個郡就化成了特區 依然歸英國統治 這裡大家可能就會想 應該是否有六個郡依然歸英國統治 其實自從16世紀 英國開始殖民愛爾蘭島的時候 當時有大量的英國新移民 移居到這個北方六郡裡居住 因此當愛爾蘭獨立的時候 這群人不想脫離英國 因此就變成了今天的北愛爾蘭 理解歷史的朋友都應該知道 英國除了擅長做海盜之外 也很喜歡和統領過的殖民地去埋地 就例如1947年 英國在印巴問題上埋下的復線 就搞到這兩家人互相敵視了幾十年 直至到今天大家都是勢如水火 但這群英國人做夢都想不到自己會親手賣下這個愛爾蘭地雷 而且還成為了英國有史以來的百年噩夢 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世界各國出現了蕭條 然後又爆發了石油危機 當時英國的經濟可以說是苦不堪言 而在北愛爾蘭他的就業率更加暴跌 市民因為三餐不計 兩邊的教徒可以上街拆台拆燈 甚至乎有人向對方扔這個燒著的玻璃瓶 更加有人拿著工具在街上亂吃這個蓮子 當時的英國政府為了要控制場面 就派出了大量警察去控制現場 當然他們的英國警察就不像我們香港的禁師民 第一次出動就把13個這些平民送去見上帝 而這個時候曾經沉寂一時的愛爾蘭黑人共和軍 就再一次醒覺更加發動了比上半世紀更加猛烈的反擊 一心尋求愛爾蘭統一的黑人共和軍 就在英國的各大城市都埋下了會爆的雷 更加在一次行動中將英女王的表叔送去見閻羅王 不過時任的首相戴卓爾夫人就說不會和共和軍妥協 她的態度非常強硬 也得到了英國普通老百姓的支持 只不過戴卓爾夫人也付出了沉寵的代價 因為連她自己都差點被共和軍送到地府 而往後那十年英國各地都爆聲不斷 而最嚴重的一次就在1996年曼徹斯特市中心裡 共和軍就用了1600噸的爆品 幾乎摧毀了三分一個城市 而英國政府因為怕了街上隨時會有爆品 所以在倫敦的街頭幾乎是見不到任何垃圾桶 而就算被你偶然看到一個 垃圾桶都會改變成透明的設計 可以這麼說英國近代遭受到最大的戰爭損失 就是在自己家門口 在愛爾蘭以免土地上 英國警察和士兵離開的人數 竟然比伊拉克和阿富汗加起來的人數還要多 而且更尷尬的就是 英國每年不僅要對北外提供援助 而且還要支付一大筆的保護費 而去到1998年 英國人終於頂不住了 決定讓北愛爾蘭去搞個公投解決去留的問題 但是之前都跟大家說過 北愛爾蘭裡面大部分都是由英國移民過去的新教徒 這群人已經習慣了英國一度以來的救濟 再加上他是擔心如果貿貿然從頭愛爾蘭懷抱的話 最後會被人覆卓 結果公投結果是有七成的北愛爾蘭支持留在英國 這次的結果就令到英國政府兩頭不到岸 最後戴卓爾夫的人唯有收回不妥協的這句話 唯有和共和軍簽署協議 承諾每年支付一筆援助金大概就是3萬億英鎊 而共和軍就要交出手頭上的工具 軍隊的高層就可以進入北愛的權力核心 參加政府的決策 不過這次的約定只不過是停戰的協議 至於北愛爾蘭、宗教和土地的問題 其實一直都沒有解決過 可能當時的英國政府就認為北愛的問題實在太複雜 在廣陣時根本就解決不來 不過停戰協議只不過是可以追求短閘的和平 而世事的東西總是變幻莫測 在2016年英國選擇了脫離歐盟 而愛爾蘭仍然是歐盟的其中一位成員 而這樣北愛的問題就變得非常尷尬 因為根據北愛爾蘭的協定 英國就雖然脫了歐 但是北愛的地區仍然停留在歐盟裡 這樣導致北愛爾蘭和愛爾蘭在歐盟體制裡可以直接做買賣 反而在英國其他地區的商品進入北愛之後 就好像商品出口到另一個國家一樣 要進行一系列的清關和檢查行為 這樣導致英國大部分政界中人裡面 認為這樣是有肉國體 不過又因為英國在脫歐初期還有很多東西要等著處理 最後就唯有把北愛爾蘭的東西暫時放下 時間又過了幾年 去到現在 支持愛爾蘭統一的新分黨 最近就贏出了地區選舉 控制了當地的議會 現在英國政府又要迎接新一輪的惡夢 再加上現在英國的經濟一日不如一日 又有能源危機 美國加息 女王嘉賓 手上換了一個又一個 反過來 原本的愛爾蘭在英國脫歐之後成功突襲 一片人口只有480萬人 的土地上 這幾年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自從英國脫歐之後 在世界上很多知名對企 就像Google、Window、蘋果和Facebook都將它們 在歐洲原本的總部轉移到愛爾蘭 再加上愛爾蘭原本的稅率就已經很低 只有12.5%比香港還要低 而勞動力人口平均也只有35歲 比起歐盟一些發達的國家 例如德國平均46歲有明顯的優勢 就連現在原本總部在倫敦的 巴克萊銀行都將總部搬到愛爾蘭 而這麼多巨企由英國轉移到愛爾蘭 就令到英國本土損失了12000個就業的職位 在現在這樣的情況下 英國還有沒有能力 每年拿出3億英鎊 去留北愛爾蘭在自己的版圖裡面呢 相信隨著蘇格蘭的公投之後 北愛爾蘭應該有機會成為下一個會分裂出來的地方 以往97年在我們香港埋下了這麼多陷阱的英國政府 也是時候承受自己的惡果 嘗試一下國家分裂的滋味 今天我們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南結束之前提提大家記得做齊新潮民三寶 還有的就是分享、讚好、留言、訂閱 新潮民頻道、新潮民2.0頻道和Facebook專頁 今天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拜拜